这是一座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过最辉煌的古城耶路撒冷 在3000年前他就被大魏建立在迦南之地 真正完成建造是他的儿子索伯门 传说当年建造是为了安置十戒十堡 大祭司才能进入与上帝见面的地 但是为什么现在成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争夺的圣城呢 耶路撒冷原本是上帝赐予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 当年亚伯拉罕所看到的和脚下所走的地方 就是这片世界的中心地 他的子孙和后裔将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 阿拉伯人就是亚伯拉罕和侍女夏甲生的儿子以什玛利的后裔 所以在古兰经里有详细记载以什玛利的历史 而以色列是亚伯拉罕和妻子生的后裔 所以他们是同父异母 从他们生下来的那一刻 就注定要一生都在争斗 这个命运就此开始运转一直到12世纪 耶路撒冷这次迎来最危险的时刻 因为此刻的耶路撒冷早就已经没有当年的坚固 而阿拉伯国一位伟大的领袖出现了 他就是萨拉丁 他是百年一遇的伟人 当年十字军维护耶路撒冷已经上百年 他们是欧洲组建的自由军 当年也是为了保护耶路撒冷而东征的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以色列必定迎来最终的衰败 因为这次为王的是天生的麻风病婴儿 但是这个婴儿可不是一般的小孩 他就是鲍德温四世 年仅16岁的他曾在1177年于蒙吉萨战役中 率领4000士兵击败了萨拉丁的两万大军 这也让他名垂青史 那么耶路撒冷为什么会成为犹太人 和阿拉伯人共同的盛场呢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事 故事还要从一个十字军的将领哥弗雷说起 他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奥兰多 但是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遇到了偷袭 哥弗雷受了重伤 在死之前 对儿子说 让他前去耶路撒冷保护国王 因为现在的国王已经危险 并告诉奥兰多战争绝对不是为了屠杀 而是为了和平 这句话他此刻根本无法理解 但是命运会让他明白父亲的话 很快奥兰多来到耶路撒冷 他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当地人 耶稣是在哪里 老人指向一座山头 奥兰多在这里想要呼叫耶稣的出现 第二天他将自己佩戴的十字项链埋在石头里 因为他想要见到耶稣 可是什么也没有出现 当他一下山 就有人盯上 奥兰多立马抽出父亲送给自己的剑 而这些人就是十字军的人 也是他父亲的手下 所以奥兰多被带到军营 第二天军师带着奥兰多来到将军亚斯的面前 亚斯是一位非常勇猛的将军 他告诉奥兰多 撒拉丁现在正在聚集二十万大军 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的王 还是和撒拉丁有着和平公约的 当然和1177年的那次战争有关 但是谁都知道撒拉丁的野心是圣诚 所以这一场战争在所难免 紧接着奥兰多被公主西贝拉带到王的房间 奥兰多这是第一次见到耶路撒冷的王 他的面具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被戴上 是的天生的麻封地 永远也不可能有厚似 奥兰多想要从那双眼神中看到王的内心 很显然是无法看透 王的声音非常柔软 好似水流的声音 但是又透露出无比的坚毅 就此奥兰多正式成为将军 紧接着奥兰多来到自己的封地 他将自己的见识和从欧洲学来的知识 开始带给这片平级的土地 有很多人有疑问 像以色列这样的靠近海边的城市 怎么会缺水呢 没错是真的缺水 哪怕像奥兰多这样的使劲地挖地下水 也只有一个地方出水 这也暂时解决了他们用水的困难 至少不用再用骆驼去远处运水 而奥兰多的这一切又被公主看在眼里 以色列人每天必做的一件事 就是对着东方的太阳祈祷 他们似乎对东方有着神秘的向往 奥兰多在这里和公主度过了最美的时光 这也是他最后的好时光了 因为萨拉丁的军队已经开始靠近以色列 而十字军的一队人马却偷袭了萨拉丁的一个棚车 简直就是屠杀 当雷诺带着自己的战功来到王的面前炫耀的时候 将军开始责怪他们破坏了王与萨拉丁的协议 如果和平被打过 萨拉丁的二十万大军要踏平耶路撒冷 岂不是易如反掌 雷诺是法国王室派的十字东征军 他们有着天生的贵族傲慢 所以他们很快就形成两个阵营互相叫嚣起来 将军被这些傲慢的法国王室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了 这个时候王一摆手 将军立马让所有的人安静 瞬间就压去无声了 萨拉丁的军队已经跨过约旦了 正在向耶路撒冷赶过来 王站起来 对将军悄悄说 说着王就开始下令 召集军队 开始迎接萨拉丁 将军一脸不可相信的看着王 战争一触即发 奥兰多带着先遣军到达卡勒雷城下 而此时的城主还在混吃混喝 百姓都急忙带着自己的家人开始躲避战乱 公主看着自己的爱人走向战场 奥兰多率领骑兵就这样冲进去 几十人面对上千人毫无畏惧 誓死无归 从他们的装束我们看到了蒙古装束 为什么 因为萨拉丁最强大的地方就在于 他将蒙古军给打退 这也是萨拉丁成名的战争 很快奥兰多就被带到萨拉丁的面前 因为奥兰多是非常有名的骑士 就在这个时候王终于带着大军打闹 萨拉丁也走到前面 这一面是世纪之面 耶路撒冷王戴着面具不自走到前面 我拜托你把你抹回你的战争 然后留下这个 matter给我 我拜托你 我拜托你 你退下来到 Damascus 萨拉丁的杰拉丁 会被判断 我承认 我承认 我們都會死在這裡 我們有證據嗎 我們有證據 我會送你我的證據 Assalamu alaikum 有證據 簡短的幾句話就讓薩拉丁撤軍 王立刻來到城里對著城主就一頓鞭打 同時王也倒地了 他的麻蜂手已經看出他的肉體苦爛的已經很厲害 這個時候王把奧蘭多叫到自己的邊上 讓他去自己的寢宮 這個時候雷諾看著一切 露出凶狠的臉色 很顯然雷諾知道自己已經被王給放棄 在寢宮王對奧蘭多說 讓他接任大將軍 率領所有耶路撒冷的士兵對抗薩拉丁的攻擊 但是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娶自己的妹妹西貝拉 另外一個要殺掉所有的效忠雷諾的士兵 奧蘭多立馬就拒絕了 因為他在這件事上看不到任何一點正義 對自己的同胞殘忍他做不到 當他找到公主西貝拉的時候 西貝拉責怪他這是唯一能取自己的機會被奧蘭多給放棄 奧蘭多說 如果要殺那些無辜的士兵 無法面對自己的良心 就這樣公主帶著眼淚離開了 他來到自己的哥哥身邊 看著奄奄一息的王 他流下了淚水 當他取下面罩的那一刻 他都不忍目睹這一張臉 早就已經被麻风給蚕食了慘不忍度 很快公主做了一個決定 將和雷諾成婚 讓他不要離開耶路撒冷 留下來對抗薩拉丁 這個也是公主最後的堅持 當公主將王冠蓋在雷諾的頭上的那一刻 這也意味一場刺殺開始了 奧蘭多遇到了十字鐵甲軍追殺 幾個鐵甲兵很快就被奧蘭多的石頭和瓦片給解決 一個拿著流星錘的騎士來回錘 幸好奧蘭多主角在身 他此刻還不能死 而很快薩拉丁就派了信使來見新王 而雷諾也二話不說就把信使給刺 並留下活口讓他們把頭顱帶回大馬士閣去見薩拉丁 然後開始下令召集軍隊 此刻的他還並不知道薩拉丁到底是個誰 薩拉丁之所以不攻擊 並不是因為你有多強大 而是因為薩拉丁是真正懂得戰術的 戰爭並不是屠殺 一把耶路撒冷全部燒了 那麼就是重罪 他的名聲也必然在真主面前被定罪 所以他要的是征服敵人 混死敵人 以最少的傷亡把聖城給夺回來 這個一般人理解不了 就像新王一樣 就在他開始出兵的時候 奧蘭多出現了 雷諾看到奧蘭多沒有死 也是非常意外 奧蘭多對眾人說 這個時候出擊就是中了薩拉丁的計謀 只有守城才是唯一的機會 很顯然奧蘭多的話不頂用的 他退了下去 將軍也表達自己不會出兵的 但是新王根本看不上將軍的這些老兵 奧蘭多對將軍說薩拉丁打敗這些士兵之後 肯定還會來攻打耶路撒冷的 但是將軍已經心灰意冷了 他說王已經駕崩了 耶路撒冷已經隨著王離開了 是的這是歷史上第一次薩拉丁戰勝十字東征軍 那個時候的薩拉丁太強大了 他們從蒙古兵學到了非常豐富的作戰經驗 這些經驗絕對不是歐洲那些傲慢的士兵能比拟的 所以這一切都是註定的 耶路撒冷註定要回到阿拉伯人的手中了 這一切都有古籍的記錄 所有的人都相信古書的記錄 而可悲的是 無論是阿拉伯人的古籍還是以色列人的古籍都說 耶路撒冷終將要回到自己的名下 所以這就是戰爭不止的信仰源頭 兩邊的人都認為耶路撒冷是上帝應許自己的地方 而兩邊的人都覺得上帝的旨意必然成就 所以當奧蘭多來到戰場的時候 看著千萬的屍體躺在這裡 他只能面對命運的安排 將軍對奧蘭多說自己會撤退到塞古路斯去 但是奧蘭多決定守住耶路撒冷 所以他立馬回到城里 對眾人開始鼓勵 必然要守住上帝之城 然後開始將仆人全部分為騎士 當打出那一巴掌的時候 他們就不再是仆人的身份 而是真正的騎士 夜晚薩拉丁的火把投掷過來 瞬間城牆就開始搖搖欲坠 但是此刻的奧蘭多不能有絲毫的火 他要守住 先把人員全部帶到地上 然後開始命令人撲滅火 以最少的損失等待第二次的攻擊 這個時候奧蘭多開始說起自己守城的目的 沒有人能守住薩拉丁的大軍 這個奧蘭多在清醒不過 所以他需要一個能和薩拉丁談判的條件 就是讓薩拉丁讓城里的百姓活下去 第二天一早誰也想不到的是 二十萬大軍全部對著耶路撒冷開始祈禱 唱著經文 他們等待幾百年了 現在聖城就在眼前了 所有的人都在期待著這一刻 新的攻站開始了 巨大的攻城樓梯和撞擊大門的鋸锤開始慢慢靠近 奧蘭多讓所有的人全部等了時機 當木頭製作的爬樓梯一旦燒起來 整座樓梯都被毀了 而撞擊大門的也被燒了 在這一刻薩拉丁才知道遇到高人 但是他沒有妥協 記住這個時候薩拉丁帶領的軍隊 並不是只有自己的一個軍隊 而是有阿拉伯各個國家的聯合軍 包括伊朗 普爾旗 敘利亞 沙特幾乎所有的阿拉伯都聯合起來 這也是歷史上最強大的聯合 而阿拉伯對於一族只有毀滅 懂的都懂 很多話我們不能說 所以要讓薩拉丁不屠城 能放過耶路撒冷裡面的以色列人 是非常艱難的 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上帝就選擇了這樣的一個奧蘭多 讓這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 很快第二次的攻擊開始 這次的燃油明顯少 而薩拉丁這邊的爬城樓梯更加多了 奧蘭多已經看到一個城頭被占領 所以他立馬趕到那邊 將上來的為數不多的士兵給擊殺 然後把各種各樣的棋子給扔下城去 然後把準備好的大弓箭 綁上沾手的繩子 開始鎖住樓梯 再拉住繩子使得樓梯輕動 這樣薩拉丁的攻勢再次被攻過 在這一刻薩拉丁完全看忙了 嘴角露出一絲笑 對著奧蘭多點點頭 似乎也很欣賞這個笑 夜晚薩拉丁看著死去的將士 流下了眼淚 然後下令馬 紅漾在城裡的奧蘭多也要將屍體給焚燒 忽然瘟疫起來全城的人都要死去 第二天新的攻勢開始 這一次薩拉丁不再利用樓梯或者撞擊大門了 就直接用投石機開始攻擊牆挺 不管你在堅硬的牆 在無數次的攻擊之下 終於被打破出一道口 瞬間薩拉丁的軍隊就開始鑽入進去 一場大的混戰開始 戰場的殘酷完全不是可以用詞語描述的 但是在太陽的見證之下 奧蘭多活活用人體就把這個缺口給堵住 讓薩拉丁的人就是無法進入 瞬間死傷無數 終於薩拉丁拿出了白旗 記住這個不是投降 而是何談 奧蘭多終於迎來了這次的機會 你也會還甩死他的城市 再讓我拚其中心 我會燃烈它 讓你捕食地 你的教室 你的 每一個最後的東西在Jerusalem 使人家惊生 我想不想 怎麼會不會再有更好 你會殺到它 每一張 每當天神聖人一三人 將他用拯救 我説到神 這次這城市會是終於你的 你的城市是源自女士和孩子 如果我的兵航亡ologist,你会死的城市 你找不算言谁 我会给每个人的性恋行 去 christian lands 每个人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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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你的人 女性 女性 我祝福 神 当奥兰多终于听到自己想要的要求的时候 内心终于放下了 他再次看向这个传说中的男人 他说放过所有的人 到底是不是真的 得到萨拉丁无比坚定的目光 奥兰多终于点点头 就这样奥兰多同意交出耶路撒了 然后带人离开 最后问了一句 这句话非常有价值 知道多少人每年都是必须要去胜城的 无论是以色列人 还是阿拉伯人都一直在争夺这座城 奥兰多完成了父亲告诉自己的 战争绝对不是为了屠杀 而是为了和平 当奥兰多将好消息带给耶路撒了的时候 整个城都废掉 他们终于可以安全离开 他来到西贝拉的面前 请求他的原谅 并说出对鲍德温四世的敬仰 就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没有战争和死亡的迁徙开始了 这样的一幕在以色列这片土地上 曾经在古巴比伦上演过 曾经在古埃及上演过 而今天同样正在上演着 阿拉丁带来了历史上最有趣的一幕 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一个城里 互相不再屠杀 互相不再记恨 以色列人离开了圣城 而萨拉丁进入了圣城 当萨拉丁露出笑脸的时刻 我们知道这一刻他们等了几百年 而与此同时 以色列人也要再等几百年才能重回这片孤独 在1948年经历过二战洗礼的以色列人 终于坐着轮船回到迦南之地 回到应许之地 这是世界上至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 唯一一个能在地球上消失之后 几百年之后重新复国的 每一代的恩怨都会兴起一些人 每一代的战争都会死去一些人 生生不息 但是所有的故事总会有一个结果 那么你相信 这两个兄弟会有握手言和的一天吗 最后一个问题 世界上哪个民族的人数是最多的